公元756年,盛世大堂的象征杨贵妃因为安史之乱而被逼字役身亡,这被记录在了正史之中,然而民间却有不少关于贵妃之死的不同版本,比如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给出了暗示,而千里之外的日本甚至还有个贵妃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来到杰斯的客厅,喜欢这个内容就请为我点赞,订阅我 这种说法记录在正史中,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跟字役而往接近的还有吞金而似 这有唐朝诗人刘玉熙在他的马威行中提出 贵人隐金谢,书乎顺应目 但吞金之说流传不广,陈寅克先生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时间回到公元756年的6月13日凌晨,也就是安史之乱的第二年 史书记载,唐玄中逃离长安,到了马维坡 图中,士兵鸡脾,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理率兵请求杀杨国中父子和杨贵妃 于是唐玄中忍痛下诏,一死杨贵妃 具体点说,就是唐玄中虽然舍不得,但在高丽氏的再三劝说下 忍痛下令让杨贵妃自一而亡 然而我们细想想,当时杨国中被乱刀砍死,在那么危急混乱的情势下 杨贵妃怎么可能有时间和机会来到佛堂前 安安静静地祷告完毕后,再从容地自一而亡呢 诗人杜福在马维坡之乱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 写下一首《哀江头》 其中有 暗示杨贵妃不是被一死在马维坡,因为一死是不会见血的 同时在另一名诗人李懿所作的《过马维》和《过马维二手》中 有《脱军洗修莲花穴》和《太真邪然马蹄镜》等诗句 这明确展现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为马蹄践踏的情景 兵变发生时,杜甫就在长安城内 他肯定知道杨国中和杨贵妃被杀 也应该知道杨贵妃是怎么死的 所以他的记录可靠性很强 清代洪生的长生殿,则在杜甫的这一说法上进行了延伸 说 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 敲地向人从里换装引逃 因此上流落酒棚飘 意思就是杨贵妃趁乱悄悄换了装扮,逃了出去 关于杨贵妃趁乱逃逸,民间还真有这种说法 这个我们后面细说 而马维婆之变的权威文献 当属白巨一的长恨歌,始终有这样一句 就是杨贵妃死不见尸的意思 另一句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天地人三界之中,天上和人间都不见 那就只剩人间了,暗示杨贵妃还活着 白巨一当时就在距离马维婆不到二十里的周至 时间相距也不过五十年 他的所问所见应当属于第一手资料 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后宫误会事情很多 白巨一未免出怒皇家,隐祸上身 在诗中有了很多取笔 让读者自己去财,去领会 同时代陈宏所著的《长恨歌传》 也是解读马维婆之变的权威之作 里面记载到 使人牵之而去,就是说唐玄宗舍不得爱妃死 让人把她带去远方 此后,贵妃流落到玉妃太真院 也就是女道士院 诗中的《海上仙山》就是指女道士的道官 这是唐朝诗人一贯的隐喻 而当时的女道士院与青楼妓院没什么差别 据说唐玄宗后来知道了贵妃的落脚点 但爱与皇家颜面 没把她接回宫里 更没记在史书上 于平伯先生对这种说法 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认为太真以贵妃之尊 乃不得免封臣之劫 实在可怜 关于这个版本,还有一个佐证 就是在之后的唐宋时期 太真院都是青楼的别称 我们刚才说了 关于正式记载的《杨贵妃自义而亡》 有很多疑点 最大的疑点在于 贵妃死后找不到她的遗体 以至于如今在咸阳姓平市的杨贵妃墓 仅仅只是她的衣冠中 那她的遗体去哪里了呢? 新唐书解释为在乱军中遗失 这个说法实在有些勉强 就算唐玄宗是迫于压力赐死杨玉桓的 但她毕竟还是皇帝 杨国中与杨玉桓都死了 禁军的目的达到了 他们没有理由不让唐玄宗得到爱妃的遗体 民间是这样解释的 将士们发动兵变 主要是针对杨国中 之所以还要逼死杨贵妃 是因为担心之后 杨贵妃给堂兄杨国中报仇 参与兵变的将士都将遭到清算 李隆基那么深爱杨贵妃 她怎么可能因为将士的胁迫 而将她轻易处死呢? 于是调包的计谋产生了 因此在马维事变中 死去的其实是一名侍女 她是代替贵妃而死的 这种说法只是流传在民间 并未得到证实 然而日本学者渡边龙册 却写了一本《杨玉桓复活秘史》 发表惊人言论 说杨玉桓并未在马维坡死去 而是东渡逃到日本 并定居了下来 书中说杨贵妃并非采用吊包计 而是死而复生 她是得到了舞女谢阿满 和岳师马仙奇的帮助 逃出马维坡 之后辗转来到扬州 在日本浅唐使团 团长藤原刷雄的建议下 跟随他们的回国大川来到日本 在九经登陆 时间为公元757年 也就是马维坡兵变之后的第二年 至于杨贵妃到达日本后 又有哪些故事 日本民间的说法也有不同的版本 山口县长门市的象金半岛 是日本的海上门户 距离中国比较近 这里有一座寺院 名叫龙福山天寝寺二尊院 院里藏有两册1766年写成的日本古文书 记载了杨贵妃流落日本的事情 说是奈良时代的日本 也就是大唐天宝年间 向金半岛西侧的唐渡口 随着海浪冲上来一艘小木船 里面躺着一位姿色非凡的女性 船上的侍女告诉当地人 这是大唐皇帝李隆基的贵妃杨玉环 在安石之乱中被逼死 皇帝不仁就命令内卫将其救下 放在小木船里 随波漂流到了这里 尽管当地人倾尽全力的救治 但杨贵妃还是在被救上岸后 没几日就离世了 村民们将她安葬在能看得见 大海的酒精坡上 与大唐割海相望 而唐玄宗因为思念贵妃日夜悲弃 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 梦中杨玉环对她说 自己流落到了日本渡口 如今已经与她天人永隔 唐玄宗醒来后 立即派白马将军成安到日本 寻找贵妃之墓 并带去了两尊大唐佛像 即阿弥陀如来和释迦陀如来 以告慰贵妃的在天之灵 但成安哪里知道贵妃究竟葬在何处 于是就将两尊佛像交给京都清梁寺 暂时保管自己回国复命 后来日本朝廷出动大量人力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杨贵妃之墓 终于得知是在酒精的天秦寺附近 此时清梁寺舍不得送出这两尊来自大唐佛像 于是日本朝廷派人另外打造了两尊高房像 清梁寺和天秦寺各得一针一房两尊佛像 天秦寺因为新得了两尊大唐佛像 就此改名为天秦寺二尊院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介绍过二尊院里的杨贵妃墓 对于历史的真伪 他们没有给出定论 而日本民间还有其他关于杨贵妃结局的版本 说她在日本定居了下来 并有了后代 还说自从杨贵妃抵达酒精后 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美女了 直到现在日本还有人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代 甚至有传大明星山口百惠也是她的后代 当然这些说法都无从考证 而山口百惠的说法则更像是演艺公司为她打造的热搜话题 总之之所以在杨玉环死后一千两百多年 我们还在追问有关于她的真相 是因为在她的身上寄托着人们对美与爱的向往 在陈凯歌的电影《妖猫传》中 日本人阿贝众马女爱她 因为她代表着大唐盛世的繁华 白龙该愿为她牺牲是出于对美的追求和维护 而诗人白乐天即使知道了真相是帝王无尽 美人惨死也要站在雪地里高呼 你们可以说我比不上李白 但不能说长恨哥是假的 是的即使真相很可能就是君王无情 但我仍然愿意相信世界上存在着 在天愿作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离之的美好爱情 喜欢这内容就请订阅我点赞我谢谢 请不吝点赞我 谢谢大家